高维度的人,永远相信人性就是恶的 所以他们不害怕人性险恶 这个社会上层的阶级,永远都相信都是天道和规律 他相信人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 只不过是看你把人放在什么环境中,去激发他的哪一面 所以他看见有人贪婪,有人卑鄙,有人无耻,有人贪财,有人好色 他都能理解 同时他也知道如何引导别人向善 如何运用文化规则道德 各种各样的手段,让别人激发善的一面 而穷人呢,或者是社会的下层人呢 他们的一辈子处于这种被统治,被蒙蔽的状态 所以他的脑子中,相信的永远都是感情和道德 相信的是那些意气用事的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人性就是不可靠的 只要那么最后感情一定会让你失望 只要你相信意气意气一定会让你失望 你相信道德道德一定会让你失望 但如果你这些东西都不相信 你不害怕直面血淋淋的人生 你不害怕直面人性的丑陋 然后你再用规则去把人性给束缚住 约束住不允许别人做越界的事情 周约网上曾走,他就有一句话叫什么天道德 以万物为出口,天道他不是假人意道德的 而是说人他妈就是动物 动物就会有失控的一面 每天脑子坏掉了,我靠跑出去裸奔都有可能 所以越省层的高手 他越是相信人心之险恶 但是他越是要怀抱着我知道人性险恶 但我依然想办法激发你善的那一面 这种想法来面对着世界 但底层人,他对世界的善是一种无知的善事 一种盲目的善 所以最后他往往被这种错误观念 会被伤的伤痕累累 甚至家破人亡因为社会教育的善事 牺牲自己成全群体,这就是底层 所以你看在去年的时候 我明显还是一种偏底层的思维 就是我会被别人的背叛而感觉到愤怒 我觉得你怎么能背叛我 你的人性怎么能是这么可悲呢 但今年我就不会了 今年我很清楚的就是人性背叛 它迟早会发生 因为我没有对对应的规则的运输 我没有做对应的引导 那你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是如果你不希望别人伤害你 那你就应该用正确的轨道把它引导好 如果你的钱交给任何人 一定要叫他写评证保管条 而如果你借钱给人八成要不回来 除非有办法必用法律强制执行 要不然被背叛侵吞风险高 所以帝王兴就是天兴 就是无情无义但又罪有情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以时乾坤大 永年草木兴 以时乾坤大 已经知道天地运行的规律和残酷 已经知道天兴剑 我们只能自强不息 已经知道帝是坤 君子必已厚得再无余地 我们自强不息 才能像草木一样生生不息 自在地活着 我能不能像草木一样生生的 我能像草木一样生生生也и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